斜杠人生不设限,不给自己提前设定任何标签 而是要不断探索,找到自己愿意长期投入 甚至投入一辈子的事情 当然这样的事情可能不止一件,但也不能太多 因为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我从小就开始画画 小时候的愿望是把画图当作职业 目前主要的身份之一,就是插画家 但我觉得无论做任何斜杠,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要持续精进,而且能够跨界合作 举例来说,画图结合直播 于是我深入研究直播的市场 并且成为专业直播主 接着因为有很多人想要向我学习 于是我深入研究教学,成为专业讲师 斜杠过程当中不断累积经验 最后我也成为一位全方位讲师 所以想要斜杠,先不要将自己设限 市场需求自然会激发你的无限潜能 关注我,了解更多斜杠知识